更多资讯更加深入更有力量 欢迎订阅中秋侃会员网站 周周侃拼音的全拼.com 光明正大萌传媒 大家好今天是3月22号 成都事件还没有结束 没想到这么快一波又起 江苏沿城发生了化工厂爆炸案 本来也以为只是一个意外的事故 不打算专门针对这个做一期 但是这次官方在宣传舆论控制上 显示出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而且这起事故特别的重大和惨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发生事故的化工厂叫天嘉宜化工 在江苏沿城降水 它的注册资本是9000万 是当地的明星企业 它的大股东是江苏尼加港集团 是中国制造业500强之一 最近这些年 江苏的很多化工企业由苏南搬迁到苏北 虽然对苏北整个的环境水系造成了很大的污染 但是也被认为是积极发展当地经济的游离措施 所以很多在原来一片平原的苏北上 诞生了很多大型的化工企业 那这个尼加港集团在降水投资的天嘉宜化工 也是其中之一 在北京时间的3月21号下午2点 这家化工厂发生了一个剧烈的爆炸 目前国外的报道是这样的 纽约时报报道是说 江苏沿城市化工厂发生爆炸 造成62人死亡 失踪28人 已救治的病人中危重34人 重伤60人 国务院成立江苏沿城特别爆炸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伤枉数字就是这些 完全是用中国官方的通稿 另外 他还引用了一条江苏省环境厅22号中午发布的消息 称附近的河里检测出了三氯甲烷二氯甲烷还有一些甲本 挥发性的有机物等等 这些有机物的浓度达到了204微克每升 以及100多微克 100将近200微克 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2.8倍 8.4倍等等 这些有机物都是毒性很强的工业化工品 气味刺鼻 对人体会造成极大危害会伤及脾脏和神经系统 还有呢 这些污染物如果在河里会杀死动植物 令河水腐臭 并且正值春季鱼类排暖 水污染会减少产暖量 灌溉用这样的污染的水也会用 也会令农作物减产 受污染的生态系统 估计两三年才能恢复 但是在中国官方的报道中 对这些环境问题并没有着重提及 如果提到了也是说空气中的污染物 要么烧掉了 要么已经散去了 检测出的有毒物质很低 有一些是无毒的 或者毒性不那么强的 而且还说这个江苏盐城这边 水里本来也没有鱼 当地也没有自来水场 也不喝河里的水 所以对人体基本没有影响 要大家不要担心 国内对这件事的报道呢 那就是很多的新闻APP 当然这次这个事件 并没有说缩在角落里 而是一般放在第二条 第一条就是习近平访问意大利 第二条就是习近平对严惩事故 做出亲自指示 他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报道 其他的报道就是救援 如何如何的感人 消防员在现场写下两个字 然后底下一片感动的这种回帖留言 然后在各级领导如何重视 对于像伤员医院 特别是爆炸现场 爆炸的场景 基本上没有镜头 没有视频 新闻上都是已经是炸完了 烧完了以后的收尾工作 也没有什么惨烈的图片和视频 如果特别惨的那种受伤的流血的 你不播可以理解 但是连爆炸镜头你也不播 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报道 其实这种不正常 从去年还是前年 那个山东青岛化工厂事件就开始了 我发现跟以前的中国国内的报道 有极大的不同 以前的报道就算是 也不太突出负面的东西 但是至少这个新闻的完整性 它还是保证的 现在就是一个事故 你只能看见它最后的阶段 之前全部镜头都没有 在网上视频就非常多了 网上可以看到这个爆炸的程度非常残烈 爆炸的当量也非常大 像这段视频里 几个人正在拍远处爆炸 升起一朵红色的蘑菇云 然后先是看到光 还没有听到声音 过会儿听到了很强的爆炸声 再过一会儿 气浪冲过来 直接把这门窗都给震碎 然后人震倒在地 也就停止拍摄 有人对这个视频进行了分析 觉得根据一吨TNT 对玻璃门窗的毁伤半径是150米 然后能量是分布在三维空间 它是随距离的三次方衰减 它目测视频上如果是距离500米 简单估算约当量是10吨TNT 我们就以这个估算为基准 有的人说拍摄视频的地方 距爆炸可能有三公里 我想在视频上看没有三公里 可能别的 他说的三公里是指 对三公里外的一些居民楼造成了影响 从视频上看 我们大约可以认为它是距离1000米 那么如果500米是10吨的话 距离是1000米就是两倍 两倍的三次方就是8倍 就可以得出基本上约等于80吨TNT 也就是说这个视频中的这次爆炸 大概是在10吨TNT到80吨 或者放大一点到100吨TNT之间 所以这次网上很多人说 这个爆炸附近两三百米的人员 基本都没有生还的机会 因为那么远那么空旷的楼房 都能被气里的玻璃都会震碎 人员都被震倒 两三百米内可能不是被烧死炸死 而是直接被冲击波给震死 有的人可能说一公里内都没有活口 或者500米之内基本活不了 还有人举出以前的一些爆炸场爆炸的案例 成都事件刚刚结束 所以官方的逆转是靠打击所谓的造谣的人 迅速把他们抓了起来 所以这次网上的说死亡人数的这种帖子也非常少 当然删帖子也是一个原因 如果说没有成都事件在前 那么现在网上肯定很多的数字都能爆出来 可能会有几百 甚至有人可能会说有上千 因为不知道当时的化工厂里有多少人 但是现在网上显得一片的寂静 就是发生了这件事 可以看出政府行动非常及时 不是说报道或者是救灾非常及时 而是维稳和打击谣言放在了所有事情的最前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次事件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是隐隐感觉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既然说到这个造谣和谣言 那我们就来彻底的分析一下 首先这个谣言有害处 这个都不用大家都知道了 比如说你在电影院里突然喊一下 喊电影院起火了 那么会造成很多人踩踏死伤 在这种情况下 谣言能够引起饥客的混乱 或者毫无必要的这种人员伤亡 这当然是有害的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像中大事故发生以后 比如这次严惩的爆炸 你有人造谣说500个人死了 5000个人死了 或者把一个图片放出来 你就说这个人头都没了 说200米内 荡然无存 像这种谣言 其实对活着的人 对善后的事故处理 能有多大的伤害 或者能引起人们多大的恐慌 其实都未必 但是会引起很多人来关注这件事 对官方造成压力 在绝大多数 可能95%以上的群体事件 比如说成都家长到学校维权 比如说以前很多的业主维权 因为附近建垃圾焚烧场 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水污染 有人说喝了这个水得癌症了 于是村民就上街维权 像这类事件 所有的谣言 其实只起到了一个点缀的作用 就是起到了激发人们出来的作用 而这种群体事件的背后 都是有一个真实的原型在那儿 才能引起人们长时间的疑虑 议论 最后因为某一个事件的突发 才激起了 就是大家产生了集体行动 几乎没有一个群体事件 是由于纯粹的空穴来风的谣言而导致的 因为人们如果不是切身的感受到了自己利益的伤害 他是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谣言 就冒险上街或者去跟政府作对的 很多人在听到了消息的时候 首先是会去核实 去弄清楚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 然后就是去转向有公信力的机构 或者媒体去寻求信息 如果这个时候只要还有有公信力的机构 能够发布正常信息 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不会是谣言本身 在一个言论受控制 信息不透明的国家或者社会 谣言起码有五大作用 第一个是加速信息的传播 比如说2003年的非典期间 在广东那边已经开始封锁信息的时候 人们说发生了瘟疫 德勒就会死 当然这个已经不能算是谣言了 因为他死亡率非常之高 但是你说德勒这下治不好 如果你严格来说依然算是谣言 那么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 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迅速传播到了其他省 于是人们就开始有了防备 第二是谣言会引起重视 引起人们来关注这件事 从而避免更大的死伤 因为之前的对于非典的谣言 我们还是以非典为例 那么全国迅速的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本来官方极力掩盖 想让其他地方保持一片安静 结果这个目的做不到了 还好谣言引起了人们集体来关注这件事 甚至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 北京还在转移病人 如果不是国际媒体或者说民间口耳相传 把这个事迅速的捅出来 那么这个非典造成的伤害还会更大 因为像北方天气干燥的地方是重灾区 这个病毒传播的特别快 那么谣言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呼唤舆论的介入 逼迫政府去调查真相 因为有了谣言 那政府他就会去要辟谣 他就会被迫去弄清楚这件事 然后不停的通过媒体去向公众公布所谓的真相 那也就是说逼迫社会舆论或者政府去把真相调查出来 而如果政府把关注点放在打击谣言上 比如说2019年也就是上个月2月11号就在这个爆炸当地 有谣言说这个化工厂要爆炸 其实是发生了气体泄漏 其实应该就是这起事故的原因 当时很多老百姓听到了说化工厂要爆炸 那么就纷纷外出躲避 但是当时中国政府也是在控制信息打击谣言 央视还发布消息辟谣 结果应该就是放松了调查和整改 然后应该是间接导致了这次灾难的发生 那么央视是不是要为现在的灾难负间接责任 那么谣言呢 第四个作用呢 可能是经济利益 比如说尼斯湖水怪和卡纳斯湖的水怪 都给当地旅游业带来了经久不息的客流和收入 第五呢就是娱乐效应 比如说现在网上很多的都市传说神秘事件 很多人看也觉得很有意思 产生的流量和盈利都很高 也有的别的科学频道 他就认为那些东西都是伪科学 特别是在中国官方眼里 那种信息是要打击的 那都是伪科学 但是其实大家只是看个高兴 也并没有那么多人真的相信那些事件讲的都是真的 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所有的宗教都是伪科学 其实像美国英国很多的西方国家都有各种地摊小报 天天就是造谣各种政治人物 渲染各种离奇事件 甚至是公然的对现实的事件进行一个造假和反串 比如说什么希拉里长了三个乳头 说首相或者总统各种的绯闻 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些就是花边小报 都知道那些东西是假的 也就是看个高兴 跟正统的权威的有公信力的媒体并行不备 但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不能存在 所以谣言它有存在 还有三大必然性 第一个就是真正的真相 你是很难得到的 而且时间会很长 比如说非典 他查出是什么病毒 查出它的传染性致死率 查出这些真正的所谓真相 耗时非常长 如果你不是前期靠谣言 各种口耳相传去在民间传播的话 很可能造成重大的伤亡 第二是真相本身也很难得到 比如像成都事件当中 到底是吃了哪一些食物 哪一批食物 哪个时间段供应哪个部门的食物产生了什么病 这个东西都是需要大量的证据 慢慢的调查 有一环 如果学校或者公司不配合的话 那就很难去调查出来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求家长一点都不说过头话 或者不议论分分的话 那第一是不现实的 第二也是延误了去调查纠正这件事情的时间 第三个谣言就是人们也喜欢一些神秘的事物 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或者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寄托 对现实的一种摆脱 所以要避免谣言有害的地方 无非就是公布真相 第二是加快调查 第三是有公信力的权威的媒体 或者机构发声 那即便暂时没有调查出来 只要政府或者机构有公信力 可以能够解释已经得到的这些信息 也能够避免人们对谣言的过度依赖 但是在一个从政府到媒体都失去了公信力的地方 人们显然是更加愿意相信谣言 总之老百姓不是没脑子 谣言也不是说止于智者 而是止于这个信息的透明和公开 止于这个言论的自由 因为经过时间的沉淀 哪些机构和消息源有公信力 老百姓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所以在公共事件上 言论自由的法治国家是不需要谣言的 那么言论控制的极权国家 它总是表面上一片激进 私底下谣言四起 现在中国政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打击所谓的谣言 而不是去处理解决这个事故本身上面 那就造成人人自危 因为每一个人他要获取整件事情的全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哪怕是救灾人员在救灾现场 他也会问到底死了多少 那边是什么情况 有的人肯定会说死了比如说十个 那边说死了二十个 那么这两人中间 如果你要按照严格的打击谣言的话 肯定有一个人是在造谣了 那么你可能会当场逮捕他 以寻刑滋事罪 有时候一段时间内的所谓真相 过了一段时间就成了谣言 这个严惩爆炸的时候 一开始说死了六个 过了一天就死了六十个 当然官方可以说这个死亡人数是按照确认的死亡人数 但是我们如果说你确认的是六个人 那么别的地方实际上已经死了六十个 那么如果严格来说那就不好说了 另外一个官方打击谣言 它是不对等的 个人造谣有一些比较明显的 你把它抓起来 然后加以大肆的宣传说这就是个人造谣 如果是官方造谣 那么基本上应该说到现在没有 没有官方机构被追究的 以前在微博上曾经有过 谣言转发五百次就会被拘留或者是逮捕 但是有一次环球时报还是什么 有好几次环球时报或者别的什么人民日报 他们发的一些事故或者事件不属实 但是被转发了大概有几万次 没有人为此负责任 比如说江苏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严格控制死亡人数 网上有人经常说一发生的事故就是死亡39个人 38个人 其实第一次在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控制死亡人数 是在应该是2000年左右南京汤山投毒案 那个时候还是李源潮在江苏任省委书记 还不知道是市长 当时我这是在网上看到了新闻 各个论坛上一开始都贴了好多在医院的照片 医院就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堆人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死了 有的人躺在那个担架上 一动不动吐的一塌糊涂 然后网上很多的留言说死了几十个的 说两百多个的 三百多个的 一个比较传的比较多的数字是168个 还有一个是210多个 总之没有人想到这么大一起事故 只死了30多个人 最后官方坚称只死亡了38个 为什么呢 因为39个以上就是属于重特大事故 那差一个38个好像就属于叫重大事故 如果你是发生重特大事故 可能会影响当时的李源潮升迁 会产生这个一票否决权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们发现这个官方公布死亡数字是有技巧的 当然也有人真的很相信 比如我在火车上有人在谈起这件事 有人信誓旦旦的说官方公布多少就一定是多少 那当时我也没什么话说 因为我也不能说我看见了死了多少个 我一个个去数的 所以从成都的事看出 现在官方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打击谣言上 那大家为了自己说的话不是谣言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一个重大事故 绝口不提 就当它没发生过 因为你议论的每一句话 如果严格追究的话 都有可能是谣言 那这就是政府想要的 因为它最好就不要有民间自发的声音 你有声音说明你还在思考 你有声音就有舆论 对政府来说就是个压力 就是个麻烦 最好政府是能够替你去看 比如说替你去拍现场的场景 替你去听 替你去感知 替你去思考 最后你就是一个什么都不能自主的 一个受操控的一个奴隶 或者是机器人 比如说这次降水线化工厂爆炸以后 这个当地政府就部署了 不但是限制新闻记者到各个地方采访 而且也只安排 比如说国内的媒体 外媒是一律禁止进入灾区范围 以及进入所有的医院 医院都不让进 而且还部署了反无人机的干扰器 只有官方比如新华社什么人民日报 一两家无人机能够旁拍一下 澎湃新闻什么的 你如果别的媒体你去用无人机会被干扰 干扰下来 网上也在大量的删帖 删视频 删照片 然后官方就给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不但在国内 在国外也是高度的统一 就是62人遇难 28人失踪 危重34 重伤60 因为大家确实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 这个数字现在没人能核实 没人能证明它是 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它不是 这一次呢 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是真实的 因为这个 这次爆炸毕竟是动静太大 而且相隔上一起群体事件很近 这么大的事故无法隐瞒 所以才有什么国务院啊 什么什么总书记啊 各地政府的这个当地调查主领导 清零一线 但是下一次再有这么大的事故 或者是有一些动静不那么大的事故 当你民众没有办法再讨论 你一传递消息就会被当作谣言抓起来的时候 那么那样的事故 爆不爆 怎么爆 爆多少 死多少人 那就由不得老百姓自己了 因为这是一个物理世界的宇宙真理 就是你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你不去碰它 它永远不会动 假如没有民间的关注和舆论的压力 那官方是不会去认真搞清楚 这个事情究竟怎么样 到底死多少人的 那么在以后一些大的事故 它可以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 报道出来的东西非常少 大事化小 一些影响本身就小 或者是波及范围少 或者比较隐秘 或者是一些丑闻的案件 甚至都会从头到尾完全的掩盖住 到现在成都事件都有不少别的省市的人 甚至成都当地人 都有人不知道 但如果你放开舆论报道 那这个是估计14亿人中 13亿都会知道 所以有一些职业的五毛 你们留言反正是工作 这个大家都无所谓都明白 但是你们心里要明白 就是像我们这样算是跑出来了 但是99%的五毛呢 以后是要在中国成生活成长的 你们的孩子也要在中国生活成长 如果是继续这种官方垄断重大事件的报道 再一直往下延伸的话 你们以后如果碰到什么遭遇或者事故 首先你们自己是不能够随便发生的 随便说点什么都会被抓起来 第二也没有多少人会替你们维权 因为他们也不敢说 第二甚至他不会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第三你们碰上的事故或者遭遇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真相 也许有一些五毛或者小粉红还认为 以前网上这个留言太多 现在好了 世界一片清静 终于把那些谣言都给删掉了 好像觉得很满意 但是我不知道在这种一片寂静之下 你们心里是不是有一些发毛 有一些害怕 你仔细想一想 不知道你是否认同 就是一个绝对没有谣言的国家 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国家 是一个真正让人感到恐怖的国家 2003年非典事件的时候 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像白岩松 他们还抱着乐观的态度 说是非典事件能够给中国的新闻自由 树立一个新的里程碑 打开一个新的时代 就像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让苏联这种新闻封锁最终不能继续 然后加速了苏联的这个政治改革 加速速冻解体 当时白岩松他还写了一本书 叫痛病快乐者 他在以后的回忆中 他说当时零几年 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这种政治改革进程 还是充满了希望 好像一切都欣欣向荣 媒体啊记者啊 还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第四权力的味道 无冕之王的味道 大家虽然知道现实很多问题 但对未来还挺乐观 但是后来的中国呢 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发展 而是恰恰相反 中共吸取了苏联的所谓的教训 以苏联为鉴 朝反方向发展 于是十年以后 白岩松又写了 你幸福了吗那本书 然后过了几年 也就是在15年的时候 又写了白说 从他的书名到内容 你都可以看出 至少像白岩松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渐渐是由失望到绝望 BBC呢 在天津大爆炸以后 他也写了一篇文章 发了一篇文章 叫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说的时代终结呢 是指说狂欢的一种发财的 就中国的杜金时代的终结 他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休止符 另外它可能还有 还意味着中国对这种公共事件 言论控制的一个终结 因为那件事同样很大 也同样没有办法封锁 但是其实 这个天津大爆炸 恰恰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恰恰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就是控制重大事故的舆情 这样的时代开始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包括李克强在内 中国政府都认为控制舆论是非常重要 首先要一个重大事故发生的时候 首先要做好舆论控制 从前年的山东青岛化工厂事件 就有所体现 我当时看了新闻报道 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完全没有爆炸的镜头 只有说事后什么善后处理 画面也非常的一般 没有任何有冲击力的镜头 而作为对比 最近两天 美国德州一个化工厂也发生了爆炸 那么美国的新闻 就是作为一个breaking news 全方位无死角 就拍他怎么样炸 怎么样烧 什么人受伤了 怎么样救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新闻 所以从成都事件到严惩事件 衔接非常的紧 可以看出舆论控制这个大方向 基本是确定了 而且中国政府打算把它大力的发扬 跟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不一样 现在一切在中国都是逆势而行 我之前曾经在讨论中国政局的时候 曾经说过 就是中国可能是要补上苏联这一刻 也就是所谓正常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发展 一直到社会主义帝国的这么一刻 现在看来越来越像 那么如果照这个逻辑下去 苏联所做的一切 包括对外战争 对内的腐败 高度的专制 甚至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 都会在前方等着中国人 这么想的话 就实在是太绝望了 希望我是想错了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儿 最后希望伤者康复 死者安息 事故的善后能够公开妥善的进行 那么我们也只能这样了 这期就说到这儿 下期节目我们下周二见 字幕君君afinculo 钢口 家里的音乐 要做遗祢 终番 个疯狱 这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